这个个头太过瘾了 吸了个大石块 这边这个底下肯定是一条鱼 你看 这个头啊 都一定要陷进去了 就很容易错过这种鱼 这是个十九宫 你看好漂亮这一只 看 这个大小不错呀 个头这么小哦 大了我的手了 怎么样 刚下来就瘦了一条鱼 瘦了啊 撒点水吧 这些石块咱们放上看啊 哎呀嘿 哇 分出来一只大豹头 这个豹爪鱼个头可大 哇塞 这只个头太过瘾了 吸了个大石块 天呀 这天气越冷啊 这种豹爪鱼啊就越肥 你看大脑袋 哇这回家这一盘炒着吃就够了 哇 你看上面那个好像鲍鱼啊 这边一只吃甲虹 是不是啊 呦动了 我怎么抓它啊 我呦 抓它后面抓它 嘿 摁住它了 摁住摁住 拿住拿住它 嘿嘿 哎呦呦呦 它夹我 太恐怖了 看 一只螃蟹 瘦了 这边这个空里面 有一只蜇蟹 看 听到我的动性了 它开始动了 哇 这东西一般就跟石头一样 一动不动的 来来来来 出来 出来 哎呦卡住 出来 看活的 还往里爬呢 来吧 回家又可以清蒸着吃了啊 收了 这盖里面都是活 回家蒸个鸡蛋糕吃 来收了 这些冰冰找找出 咱们也翻翻找找看看啊 这边潮水都推下去了 哇 这家里有吃到一条仓腿 水 哎呀出来了 哇 嘞 这条巴掌鱼好大 你看 这个腿太长了吧 那游走 吐沫了 看 这边这些黑沫 都是它吐的 大肠腿 要攻击人啊 这只大小 太过瘾了 看这个大头 哇 就是水啊 里面 看 上货一只大包头 收了 这边这个水壳里面握着一只 小巴掌 这是个长腿刀 但是这一只个头不大 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腿也好细啊 看 这种腿的话呢是特别的清脆啊 适合凉拌 或者是白灼 来吧 上桶里面 这些石块底下 翻翻看 下面也有啊 哎 看这边 这底下有条鱼 这种是黑头鱼 捏头 哎呦 哎呀 这一只好肥啊 身上这个鱼鳞啊 稍微被这些礁石可能是滑破了 雨点受伤了 在这里缺氧 不怎么油了 还得把它打点水 养着啊 蒸起回家能吃个火海鲫 十块钱 看看看看 哎呦 这些小螺 好多 这些水都不是很轻啊 发现了 看东西 看不清楚 这边 也是一只黑头 不过这只小一点 哎呦 这只想跑 别跑 这个刺又竖起来了 哎呦 还有一只皮皮虾 哎 先把这个黑头竖了 看 比那只小一点啊 一起带着 底下 怎么还弹出一只皮皮虾了 嘿嘿 哎呦 马上夹我 一 说说说 啊 它够到手套上了 疼死我了 这玩意儿 不大好抓呀 得用钳子呀 夹它 送了吧 疼死我了 他要牵我八爪鱼了 今天抓的这些海鲜啊 种列是真多啊 回家小鱼 锅铁 清蒸 大龙虾 清蒸大螃蟹 爆炒八爪鱼 看 这就好几个菜了啊 那我就先回家做饭了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